我的對手選舉到現在 舉起政見沒幾條 辯論會 政見會 他也沒有把過機會來說明國政 把所有的時間他都拿來罵我 我們的後代真的要交給這樣的人嗎 交給這樣的人台灣將來怎麼辦呢 民調博文從台上已經看不到偏激 現場滿滿大爆場 陳恒迪惟英首高雄南線上關心的人數 我們已經超過10萬人了 國家高的節目 我們大聲發出創意 創意 創意 台灣人想走向世界 這個力量想把我們鎖在中國 台灣人想要民主自由 這個力量要把我們拉回威權 他們不只是要把台灣拉回去 還想盡辦法要分化台灣挑起對立 我的對手選舉到現在 舉起政見沒幾條 辯論會 政見會 他也沒有把過機會來說明國政 把所有的時間他都拿來罵我 我要想問他 總統是要負責解決問題 他解決問題的方法在哪裡 如果他解決問題的方法 是推翻我所有的改革 我想這不會是解決問題的方法 大家知道嗎 對 我們全國的人都在看 身材都在索 所以我在照刑定的時候 我們的基杉 他現在有人在說 看著他在政見會 跟辯論會的表現 他都很害怕 我覺得我們的國家 我們的後代真的要交給這樣的人嗎 交給這樣的人 台灣將來怎麼辦呢 年金改革我們的對手反對 經濟轉型他們也反對 立法保護民族他們也反對 我們為農產品找國際市場 為觀光找全世界的客人 不要讓我們自己被鎖在中國 他們通通唱衰我們 是不是啊 連能源轉型他們也反對 他們只要蓋核電廠 我有問過他說 核電廠你要蓋在哪裡 核廢料你要放在哪裡 他打不出來 他只會說 不會在你家 也不會在我家 但是到底會在誰家呢 至於上個禮拜 我們軍隊出了意外 他們所做的 不是穩定軍心慰問家屬 而是來勘托國運的問題 各位 軍人都是我們的子弟 他們的事情就是我們大家的事情 是不是 我們早上有說過 勁動可以競爭 但是對軍人 我們只有一個選項 就是團結 大家說對不對 我們不要在國家的山口上撒鹽 選舉也不要選成那樣子 真的沒有必要 也不應該大家說對不對 1月11號 我們要是用這一股力量 來推翻我們過去三年所做的進步跟改革 所建立出來的國防跟實力 還有我們所建立的軍人尊嚴 我們所有做的東西 都會倒退越遠 都會建成做北港 我想大家都跟我一樣 我們一定會不敢萬 是不是 如果不敢萬 我們就要去投票好不好 我跟大家報告 民進黨遇到失敗的時候 我們會反省 我們會改革 我們會改變 可是國民黨不會 民進黨可以競爭 競爭了以後 我們又團結了 可是國民黨不會的